云林有民众募集到一台车停在网状线上 后方摆了三角警示牌 看起来像是车子故障了 但是没过多久 有一个阿伯从对面的自助餐店走了过来 把三角警示牌收好之后就开车离开 车子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故障 也让民众笑说 这个是阿伯发明的围停妙招 网状线上停了一辆轿车 闪着警示灯 车后还放着三角警示牌 看起来像是车子故障了 但没多久对面自助餐店 有个阿伯拎着便当走过来 开门放好便当后 他竟然转身直接把三角警示牌 也一起收进车内 最后自己上车 开车离开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等等 所以车子没有故障 难道这是阿伯自己发明的围停妙招 想吃便当又没办法停车 那就放个警示牌 再去买 想必那个便当一定很好吃 就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看到画面民众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原来买好便当 他车就好了 阿伯以前当兵 应该是特战的卫装高手 演戏耀眼整套的 这有敬业 事发地点在云林斗六 这个大路口 设有网状线防止交通阻塞 阿伯疑似为了买便当 使出制造 警方说还是会罚 警方也说 故障标志 因一路段速线摆放 阿伯这样摆 如果真的是车故障也不安全 另外 如果您的车真的故障被开单 可以提供维修试证申诉 不过网友也歪了欧笑说 这样演一套为停买便当 想知道那家的餐是有多好吃 记者郭正义运林报道